台南一家科技公司去年租下苗栗公管五谷一路的荒废农地 新建电能储存厂 施工期间保密到家也没有依照都市计划法 申请土地容许建制使用 造成地方上民众的恐慌 担心电能储存厂地处低洼 如果碰上了大雨淹水可能会引发爆炸 而县长中东警也在县务会议上炮轰台电跳过地方 偷鸡摸狗做了最坏示范 不过对此台电表示 受理申办程序完全合法 没有刻意跳过地方 民宅对面空地围起黑色布幕 里头还装上了好几座的除能设备工作人员 进进出出 你们这边已经开始送电了吗 不知道 你现在来这边是要 住在附近的民众都好 疑惑着到底做什么用的 台电把所有的用电 用剩下的电把它储存到这边 万一别的地方没有电的时候 他利用这个做一个差价 把它送出去 原来是台南一家科技公司 去年租下苗栗公馆五谷一路的荒废农地 新建电能储存厂 诡异的是施工期间低调暴密到家 也没主动对外说明工程内容 引发地方居民反弹 一阵恐慌 我只要害怕电线断掉或者是电线走过 那还蛮危险 第四季低蛙一定会淹水 造成电力爆炸 苗栗县县长中东警也在县务会议中 怒批台电与相关单位的手段 简直是公务机关最坏示范 你是做什么健康的这个资料 用蛮天过海去用尽计谋 可是你最起码开大门走大陆 我觉得这样才对啊 台电苗栗营业处回应 除能厂的申办程序完全合法 没有刻意跳过地方 但县福表示按照SOP 能源局和台电都必须发函告知业者 依法申请土地容许才能设置使用 现在县福也要求限期召开说明会取得共识 接着张欣杰 苗栗 参导 接着张欣杰 苗栗营业处回应